歡迎來到百姓公主的副頻道 吃鬼話連邊時間 我是小乃冠 好期待喔 怎樣怎樣 下次對於鬼故事 忍受度越來越高是不是 有好像那天我跟艾蜜在討論 覺得她好像比較可以接受 聽鬼故事 這把它當作一般童話故事聽 喔 今天的很可怕嗎 今天的我覺得還好 太好了 但是因為這個地點 從來沒有在鬼故事裡面出現過 墾丁 欸不是 屏東 欸 墾丁跟屏東有什麼不一樣 墾丁等於屏東 它屏東人 其實不是墾丁也不是屏東 台東 花蓮 南投對不對 南投就講過了啦 好啦是外島啦 就是在 金門 欸不要這樣介紹 金門我講過了 這個是在投稿者 他在疫情爆發前 他去蘭嶼打工換宿的故事 蘭嶼你去過嗎 沒有耶 就是其實我之前也是 跟著我姐去員工旅遊 然後我有去過蘭嶼 通常就是從台東那邊要搭船 搭兩個小時 那你在搭船前呢 就要先吃那個蘭嶼藥 通常都會吐 幸好我就吃蘭嶼藥 所以我跟我姐一上船馬上就 睡睡 我上午他就做綠島之星 然後呕吐之旅 離達了蘭嶼 我記得說我搭船一度 還不小心醒來 然後我很擔心會 聞到吐味 其實有聽到後面有人在吐 然後我就趕快逼自己 再趕快睡覺 因為我真的不想吐 他到店裡面跟老闆 看伴娘報到之後呢 通常他們就有什麼 其他的小幫手同事 後來我才知道說原來 外島有很多那種打工換宿的 弟弟妹妹 我想問 打工換宿的第一是什麼 是沒有薪水然後可以住在那 對啊 免費住 小小弟啊 是免費啊 是老闆老闆娘免費請的工人 不是是他們自己要說 我可以去打工換宿嗎 那你們有去打工換宿過嗎 對 我妹妹 妳有嗎 不會打手 妳只會打 對 對 打香腸 小幫手們呢 就帶了他們幾個去 小幫手的女生宿舍 那那個宿舍的位置 剛好是在 民宿的餐廳後面 走上鐵製的樓梯 就會看到房間的門 房間呢就是有兩張上下鋪 然後總共有四張床 畢竟是打工換宿嘛 所以也不會要求這麼多 然後呢 他是選擇 睡在靠近門口上鋪的位置 其中一個小幫手要離開之前呢 就說 哦 對了 那個老闆啊 把那個 房間門上的喇叭索給裝翻了 所以關門的時候 是要用木棍卡住 那個門才不會被打開哦 第一天晚上呢 蘭嶼天氣不好 風又有點大 可是因為喇叭所裝翻 門呢很輕易就被那個風給吹開 就算是拿木棍卡住 門還是會被 但偏偏呢我睡在上鋪 他下坡的室友啊都睡死了 可能打工換宿真的很累吧 打掃很累 然後洗棉被也很累 好 可是因為我住在上鋪 我也懶得起來 開門關門 整晚我就聽到這個 這個這個 然後我就繼續睡 第二天早上天氣很好啊 通常是要工作到晚上七點半之後 是自由時間 哇 時間也是蠻長的 想說七點半工作完之後呢 就可以有自由時間 那我們就跟其他室友們去看星星 都未來是超過炸了 享受蘭嶼的休閒時光 蘭嶼的星陣超漂亮 我之前跟我姐去蘭嶼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 踩到機械 然後真的就是看到星空耶 有一個角度 剛好是有點下坡的方向 然後下坡你這樣看出去 全部都是天空 側 沒有風海 對 然後全部都是星星 就是很多星星 真的超多星星 我就跟我姐就嚇到 哇 自己也太多星星了吧 看完星星之後 回到宿舍也十一點左右 那就跟室友輪流洗澡 然後他就抱著老闆 為小幫手準備的阿嬤厚毯 就這樣蓋著那個毯子呢 培養睡意 之後就關燈了 關燈之後 他就會想說 睡前的時候 要思考一下 今天星星看了幾顆 對不對 思考一下今天星星看了幾隻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聽到 門外 就是 睡到一半 那個意思 電視打開了 是黑板線掃描那種 就是 關主 去洗臉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子了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 你看你 我不要看 我不要看 那個是女生雙腳跪在床上 啊 我不要接了 重點是 車子不對的在加速 哼哼哼 哼哼 欸 你怎麼了嗎 是不舒服嗎 怎麼了 阿妮仔什麼話都沒有說 只是睜大眼睛 只是 更多影片都在白癡公主 吳馬真區 我改出去 門外 你不是說免疫了嗎 哈哈哈哈 門外 突然有 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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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腳步聲 還是敲門聲 腳步聲 剛剛前面不是有提到說 他們是鐵製的樓梯嗎 所以就是 聽到那個 上樓梯的鐵製樓梯的聲音這樣 然後走上來 腳步聲都非常的明顯 那想說 晚上大家都睡死了 有沒有可能是狗 狗聲應該不會這麼重吧 結果沒想到 聽到這個腳步聲之後 突然 蹦了一聲 這樣 門被打開來了 可是他很害怕 趕快馬上把那個阿嬤後臺 然後把自己蓋 遮起來 對 遮起來 因為不敢看 不知道為什麼房間就沒有任何動靜了 但是又不敢把那個後臺給拿下來 我就繼續睡 其實這樣睡很悶 很熱 對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 國中的時候 我們在睡覺都會用那個棉被蓋住身體 是外套嗎 把自己遮起來 對 跟外套把自己遮起來 其實這樣睡很悶 袖子不是有動嗎 我就這樣子開著 然後這樣呼吸 可是 大家有沒有記得 前一天才是 風很大 第二天明明就是 沒有什麼風雨 怎麼會有突然 被吹開了門的聲音呢 之後過了十幾分鐘 還是兩小時 不曉得 突然又聽到 蹦的一聲 不知道為什麼 就很大聲的蹦 然後門被關起來了 會不會是 有人走進來 巡一巡之後 又關門 晚上還會有射監全房那種 對 只要早上再也沒有開過 因為他嚇到整晚都沒有睡 等到早上醒來之後呢 他就問了一下室友說 你們昨天有人開門嗎 沒有啊 他在刷牙 那你有聽到腳步聲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只有他聽到 樓梯間的腳步聲呢 後來趁工作坑檔呢 就問了一下老闆娘 老闆娘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昨天 我有聽到門被打開來的聲音耶 可是明明就沒風沒雨的 還是說老闆你們 你昨天又來宿舍裡面 然後老闆娘依舊是 沒有啊 可是又覺得不死心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事情呢 還是想要追根究底 沒想到老闆娘卻 輕鬆的回覆說 那有可能是因為 老闆的爸爸回來看你們 你們昨天晚上是不是有去看星星 那可能有經過他們的麻布 他乖來關心一下 你們睡得好不好 沒了 老闆娘太淡定了 講這句話吧 對啊 就是要嚇小朋友嗎 是嗎 那個人還蠻容易被嚇到的耶 我也蠻容易被嚇到 就不知道到底是在嚇小朋友 還是在講真的 這老闆不知道我不要胡亂喔 可是他還是一樣聽到 那個碰碰的聲音啊 聽到走上來的聲音 然後門打開碰 然後跟關起來的聲音 而且他還有特別強調 也不太可能是老闆 因為老闆腳有受傷 所以走路是一波一波的 這一波是這樣子 可是 不過我是鬼魂 為什麼走路會有聲音 鬼魂有重量嗎 故意給你踢到 我想要嚇你 所以他是拿那個罐子 然後就卡卡卡卡 你說小朋友搶到腳 那也是蠻會走路的 很可愛 我們下次見 聽說有一個白痴公主五馬頻道 會放一些奇怪的東西 喔不是奇怪 可能會放一些廢片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去訂閱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 靠腰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